东莞的太子辉究竟有多神秘啊 曾几何时 这位东莞太子梁耀辉也坐拥千亿财富 也手握庞大权力 也是旁人敬重的成功人士 恍然间 他却成了阶下囚 从平民成为太子 再从太子堕入深渊 梁耀辉的人生 就是一部令人唏嘘的臣服史 梁耀辉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 家里虽不富裕 但梁耀辉自小就很争气 他明白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小学到高中 他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高考时 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华南师范大学 进入大学后 梁耀辉也是年年都拿奖学金 四年的大学生涯 让他见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也让他的思想有所改变 他暗暗下定决心 毕业后要干一番属于自己的大事业 在他看来 自己创业当老板 才是最有可能通往成功的道路 于是 在毕业季同学们都选择走考研究生 考公务员 当老师 进企业的道路时 梁耀辉逆流而上 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这条道路本就充满艰辛 梁耀辉家境并不富裕 其父母也无法给予他经济上的支持 他只能靠着自己的积蓄在外闯荡 刚开始他开过理发店 但所得的利润只够勉强维持升级 又做过小吃的生意 但也赚不到多少钱 梁耀辉在最初几年做的都是一些小买卖 他觉得倒腾这些小本生意不会有什么好出路 因此一直在寻找着可以赚取更多钱财的机会 恰逢社会上走私之风盛行 风险虽大 但梁耀辉认为这是个好商机 于是乎 梁耀辉穿多了几个朋友 一起合作倒卖汽车零件 事实证明 梁耀辉是个有商业头脑的人 短短时间内 他就从走私汽车零件的买卖中 赚取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而这笔可观的利润 便是他启动商业帝国的第一桶 当时 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因为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而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广东因为有了深圳 这个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 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 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商人 都涌向广东投资质引 渐渐的 第三产业的供给远远少于需求 梁耀辉了解到广东的酒店 大多还是比较廉价 先少有真正上档次的酒店 能满足各路富商的需求 在斟酌之后 他发现经营高档酒店 是个顶好的商机 若能建成一家高档酒店 日后的前途兴许不可限量 1995年 梁耀辉回到家乡东莞 选中黄江镇这个商业重镇 建成了太子酒店 太子酒店的高档定位很明确 以五星级标准落成 地处经济走往中心 距离东莞火车站 仅15分钟的路程 距离广州 深圳 香港也很近 交通极为便利 酒店内装修豪华 有不少休闲娱乐设施 专为吸引来自各地的富商 酒店的法定代表人 为梁耀辉的父亲 实际控股人 便是梁耀辉自己 太子酒店成为当时 珠三角地区为数不多的 五星级酒店之一 在东莞更是一家独大 在开始营业之后 酒店生意火爆 不少富商分支他 往往一房难求 TVB剧 酒店风云 在这个地方取景 更提升了酒店的知名度 有不少香港剧迷 还特地跑到东莞去 一堵太子酒店的风采 那一年 梁耀辉仅28岁 就已是东莞当地有名的富商 被人称为太子辉 东莞土皇帝 事业进行到此时 梁耀辉已经有足够的实力 大刀阔斧 去扩大自己的商业版 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 梁耀辉便开始拓展业务 他在广州 三亚 苏州等地投资酒店 在23家公司里 担任股东 高管等职位 此外 他还在国外购买了 大量的石油开采地 在哈萨克斯坦拥有10个油脚 除了太子酒店 有限公司董事长 这个身份之外 他还是中原石油集团 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开采石油这条路 无疑给梁耀辉带来了 巨大的财富 身价暴涨 数次以不逊色的排名 荣灯胡润富豪榜 成功后的梁耀辉 又做了什么事情了 为何会沦为阶下球 请看下一集 太子辉的发解